出现一些充满邪念的修行人 心里都是谄媚自己而歪曲是非 为彻悟却自称已经开悟 心中是无比的傲慢 另外也有一些假借宗教知名的道朝 贪图利益与供养 并宣称自己是行政道 心怀不轨,轻见世人 常眷念世俗的事物 但却被无知的人当作佛菩萨一样盲目地崇拜 这些恶人甚至为了贪图利养 会用恶言恶语来毁谤攻击我们 无论遭受到无比的侮辱 我们都会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地维护正法流传 在污秽的恶事中 越是艰难恐怖 我们越是会以坚忍无比的耐力 和柔和的心来对应 一定要护持法华经 这虽然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 但无论如何 我也会秉持着不惜牺牲生命 唯有爱惜无上道的精神 来弘扬这个法教 是的 佛陀将此任务托付给我们 无论任何地方 只要有人追求无上的真理 我都会竭尽所能地为他宣讲法华经 因为这是尊贵的佛陀所嘱咐的 我要担当世尊的使者 不畏艰难地去实现他 是啊 佛陀请不要再担心这件事了 我们都发誓要好好地去实现他 很好 大家都那么有决心 一旦宣扬这步可达到完全彻悟的法华经 迫害及险阻将不断地随之而来 但是不要忘了要以柔软的心境来对待这些逆境 只要能够忍过这些难事 所谓的妙法才能弘扬地探阳 收莫自遍天地 无能调遇唯有叹息 是冲山改风发影 山路里墨华经 rappelleẻ有叹息 帮助我 温酒无门 红心悲剧 不忘快乐无离弃 沉悟里莫发起 声望见毁灭的 身脚衰微不知叹息 舍生把风寻入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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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光爱度送身 生命弘法大道场 时时与您相伴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你就在道场里面 因为我们叫 生命电视大道场 这个大道场在干嘛 慈悲所有的生命 放生 施食 操舵 弘扬佛法 鼓励天神 伐菩提心 求三宝加持 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进入生命大道场 关怀所有的生命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小额科医师陈慕容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 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 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 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 注意事项才能妥善防疫 让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 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 务必做到以下事项 一 全程佩戴口罩 女劝不听者 最高可处 一万五千元罚还 二 配合测量体温 三 避免交谈 四 无药饮食 出入公共场合时 请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 请全程佩戴口罩 感谢您的配合 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 支持与鼓励 不要让防疫的距离 影响你我心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争战 愿时间感恩替代了责难 愿时间潜逊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感慨多过于泛滥 愿时间疗伤多过于泄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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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